在这波的新冠肺炎压情当中市府超前部署 以及相关的组织 让这个市民公园提到最近几处的这个事情 没得到当中人立体账官的这个支持 台湾世界新闻团博博 最近占对管市市区进行的挑战 市区在治安和医疗卫生方面人家夹到第一 这个满意度是一时的啦 虽然好像最近这几波不同的媒体所做的民调 看起来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还是戒身恐惧 林渊吕博 如林申渊如吕博冰 为什么 因为民意的这个变动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有些别的县市的这个首长的民调 有时候高高低低起伏 在短时间之内就有剧烈的变化 因此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多小心一点 这回满意度调查 台湾市民对市区中文区提出人以来的事情表现 整体满意度是百分之八十点五 刚才是治安医疗卫生系统的之外 在环境保护以及九个品质 还有放在地下的危险当拜命第二 那我们也要求 会要求我们的团队 非常谦卑的执政 然后非常倾听民意的执政 而且非常对这个自己本身要严格的要求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戒胜恐惧的方式 那当然非常非常感谢民意的支持 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 谢谢 民队在片条索义市区表示说 相当感谢市民支持 也期待说市府团队要继续来打拼 为市民做到更好的这个活物 只说每一个比较多的这个所在 市府新闻处也说 将来来做到检讨 请他了解到市民的诉求 南天新闻中合播的